你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 你跟我说过什么吗 什么话 你说 你说你诚心诚意的 愿意 愿意娶我为妻 还说 从今往后 你会 会尽力地爱护我 照顾我 不论 不论多少人来跟我为难 不论 不论有多少厉害的人 来欺负我 你也会 牺牲自己的性命 保护我 阿牛哥 我 我一直都没有忘记 你对我的好 可是 可是我的心里面 一直都只有张无极 只有张无极 张无极 张无极 你快去看看郡主丫头吧 赵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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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女人就这么难搞定 何况四个 够麻烦的 赵姑娘 赵姑娘 我现在心里不舒服 你最好不要和我说话 有什么不舒服 说出来 心里会好受些 你真要我讲 说吧 真的要我说吗 我要杀了你 赵无极 你为什么是个多情种子 为什么到处留情 当时朱儿 什么当时 我不敢当时 张无极 难道你就不能再坏一点 不能再狠心一点 这样 我也就不会流落到这荒岛来了 赵姑娘 一直以来 我都是依着我的良心做事 按住我的本分待人 你为什么心底那么好 拿着 干嘛 你拿着嘛 你杀了我 您干嘛说这莫名其妙的话 不管怎么样 我们在临蛇岛待不了多久了 我们都要回到中原去 回到中原 我和你又成了敌人了 我从没把你当作敌人 我是蒙古人 我的责任是维护大原王朝 而你的责任呢 就是消灭大原王朝 你说你不会跟我为敌 那是不可能的 只怕有一天 我会有太多的压力 而非要灭你明教不可 你责心仁厚 我公仪心计 我怕有一天 你迟早会死在我手上的 这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 你知道吗 所以 我宁可我死在你的手上 也不愿意杀了你 现在 剑在你的手中 你一刀杀了我 免得回到中原 我们两个都有遗憾 你动手啊 你别逼我 你动手啊 也许我们两个立场是敌对 也许未来 我们两个之间 一定要有一个导向 可那是以后的事情啊 到时候 你可以不必对我手下留情 我也会对你狠下心来 但现在 我所看到的都是你对我的好 都是你对我的付出 我没有办法做出一丝一毫 对不起你的事情来 让我们不管以后 忘记以前 把握现在 活在此刻好不好 王晋 义父 王晋 义父 义父 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吗 老爷子 你知不知道这鼓声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抓到了 他们抓到韩夫人了 我 我以为只有博斯风云三室 没想到一堆人 一堆人 无计 有几个身份看起来 要比博斯风云三室大些 总教宿 帮你 老是 你为了 宓 身份地位相当于中土名教的四大法王 那他们的武功一定很高了 这倒未必 宝树王以经年教义 精通经典为主 武功并不一定高洽 是史后了 把他拉出来 金花婆婆 他们要烧金花婆婆了 小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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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我 我听郡主说 要将人活活烧死 我害怕 公子 我求求你 你一定要求金花婆婆 我求求你了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波四人 做出那种残忍的事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无极 怎么样了 金花婆婆被架上火架了 我要去救他 义父 他们人多别冲动 好 你说该怎么办 点火 点火 公子 他们点火了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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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射灯机器吧 怎么办 咱们射灯机器吧 老公 他每次都等热 说 他都等着 叫什么 他在那儿 你wh pass 此事 你 果然有情意 你干吗打 小赵 走 走 走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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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